前不久,某知名车评人爆出国内售价高达百万的分田Alpha 用泡沫做隔音的视频,引起了消费者的广泛关注 这款被称保值神器、理财产品的所谓的豪华MPV 再次成为了人们谈论的话题 加价几十万的车连隔音都做不好 而且市场热度还这么高 这说明市场上缺少一台真正能与Alpha抗恨的豪华MPV 才能遏制粉田的加价行为 于是红旗出手了,推出了首款豪华MPV 新车或将命名为HM9 其实在此前就爆出了红旗要推出豪华MPV的消息 直到最近有不少网友拍到了红旗MPV的真实面目 以及一些录制的图片 这说明红旗MPV即将进入到量产阶段 相信很快就与广大消费者见面了 同时也进一步吩咐了红旗品牌产品正义 而红旗HM9的温室也将再次提升红旗品牌的豪华形象 那么这款车到底带来了哪些惊喜呢 从外观上来看 它依旧采用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植物式的近期隔山 贯穿中网和引擎盖的红旗车标 以及威严的大灯组 都让整个前脸显得更加恐无有力 相比Alpha更显典雅豪华一些 车身采用了传统MPV 惯用的悬浮式车顶设计像是飘样的旗帜一般 让整车更显修长 据悉它的长宽高分别达到了5222 2005 1935毫米 轴距达到了3200毫米 比芬田Alpha大很多 论气场的话 红旗HM9更强大 尾部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端组 造型非常典雅 气质拿捏得非常到位 不愧为出自红旗之手 相比于它豪华的外观 中控台的设计就没什么太亮眼的地方 转机的设计感并不是很强 主要以简约实用为主 挡板与中控台连为一体 预留了一定的中央通道 是传统的MPV风格 方正的悬浮大屏和业绩仪表 为内饰增添了不少科技感 同时用料方面丝毫不含糊 大量的真皮与烤漆 物纹材色的结合 进一步突兴了整车的豪华氛围 后排两个独立的头等舱座椅 也没有缺席 非常的宽大 常规的一些腿托 加热 通风 按摩等舒适性功能都有配备 即便是第三排座椅 也能前后移动 舒适性方面确实出众 动力上 新车将会提供一台 二代0T波轮接氧发动机 弹动匹配8AT变速箱 最大功率可达185千瓦 相比同期的G18更有优势 预计后期还会抽出 3.0T V6以及 混动版本的可能 如果这两种动力的加入 那将进一步增强 红旗HM9的竞争力 也将进一步遏制 Alpha略得豪华MTV市场 那么对于这款车 你怎么看呢 欢迎点赞评论 加关注 每天都实话品车